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整的意思是对方该有的优点都有 该有的缺点也没有少 有一个女孩子她在梦中去逛街 她居然看到一家丈夫专卖店 店门口的告示牌写着 你只能够进店参观一次 也只能够选购一次 她就很好奇地走进去 在第一层楼告示牌就写着说 这一层的男人都有正当的职业 于是她就决定再往二楼看一看 那么第二层楼的告示牌就写道 这一层的男人都是有正当职业 而且喜欢小孩 他就继续走到第三楼 这个时候到了三楼他所看到的是 这一层楼的男人都有正当职业 喜欢小孩 而且非常的英俊 挺不错的 于是他心里满是欢喜快乐 但是他还不死心 于是他就走上了第四楼 告示牌写着 这一层的男人都有正当的职业 喜欢小孩 非常英俊 还很愿意做家事 这个时候女子惊呼不可思议 他就决定了再到第五层楼看一看 告示牌就写着 这一层的男人都有正当职业 喜欢小孩 非常的英俊 还很愿意做家事 而且十分浪漫有趣 他就想要说这样子的够了 想要进去选够了 但是他就却犹豫了一下 他说我再上到第六楼看一看好了 他上到第六楼了以后 告示牌写着说 你是第五百四十三万两千零一位参观的女士 这一层楼没有男人 只要提醒你 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丈夫 感谢你的参观 是的朋友们 你要为你拥有的要感恩 不要为没有的感叹 婚姻只有完整 没有完美 完整的意思就是说 对方该有的这个优点都有 但是该有的缺点也没有少 眼前的这位就是你最好的 也就是最适合的那一位 你不是十全十美 所以你的另一半也绝对不是十全十美 当我们认清现实的时候 接受现实 并且学会在婚姻当中彼此欣赏 彼此接纳 这个时候日子就会更加的美好 所以今天上帝的话对我们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亮 愿神祈祢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